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街头小吃探险》,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厦门沙茶面,海滨小吃的鲜香之旅 2.苏州园林旁的桂花糯米藕,甜香诱人 3.拉萨街头的苏油茶,高原的暖心之选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厦门沙茶面,海滨小吃的鲜香之旅 各位饕铁同好,今日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个文明侠儿,飘香海滨的美食,厦门沙茶面 这不仅仅是一碗面,而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更是一次味蕾上的鲜香之旅 首先,得向不知情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沙茶面可不是随便哪个沙滩上捡的沙子煮的面 而是一种融合了福建本地风味与海洋之鲜的独特小吃 沙茶,实际上是一种调味酱,有鱼虾,蒜头,油葱等多种食材熬制而成 香味扑鼻,能让人三里外就闻到那骨子令人垂涎的香气 说起沙茶面的由来,据说是由早年间的渔民所创 他们出海归来,用捕获的新鲜海鲜,加上家中常备的调料,熬制成沙茶酱 然后将这酱汁拌入煮熟的面条中,简单快捷又充满营养 一时间成为了海边人民的最爱 而今,厦门的沙茶面已经不仅仅是渔民的减餐 它已经成为了厦门乃至整个闽南地区的代表性小吃 走进厦门的任何一家沙茶面馆,你都能看到各色人等围坐一桌 有的灰汗如雨,有的眉飞色舞 他们的面前,那碗热气腾腾,酱香四溢的沙茶面 是他们共同的美食情节 沙茶面的魅力,不仅在于那醇厚的沙茶酱 更在于它的丰富配料 一碗好的沙茶面,除了有滑嫩的面条,还得有虾仁 由于猪肉片等海鲜与肉类,以及青菜,豆芽等蔬菜 这一大杂烩,才能让人吃出世间的百味 吃沙茶面,还有蒋椒 传统上,人们会先喝一口汤,那汤头鲜美无比 仿佛能把整个大海的精华都集中在了这一小碗之中 然后再加一口面,让沙茶酱充分裹满每个面条 这样一来,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 厦门沙茶面,不仅是一碗面,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这里,无论是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 都能在这碗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 它让人们忘却烦恼,忘却身份 只记得那一刻的鲜香与满足 所以,下次当你踏上厦门这片美丽的土地 不妨也去寻一碗正宗的沙茶面 体验一下那种海滨小吃的鲜香之旅 不过,记得吃的时候,要小心 别让那滚烫的汤见到自己 否则,那可就不只是味蕾上的旅行 还有可能成为皮肤上的纪念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苏州园林旁的桂花糯米藕,甜香诱人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个让人闻香下马 食欲大开的美味佳肴 苏州园林旁的桂花糯米藕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园林遍布,水香悠悠的苏州 在这里,不仅有让人流连忘返的桌正园 刘园,狮子林等人间仙境 还有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地方美食 其中,桂花糯米藕 就是苏州园林旁的一道风景线 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桂花糯米藕 这道菜听起来就像是一首诗 它将食材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 想象一下,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 漫步在苏州的园林中 耳边是清脆的鸟鸣 鼻尖是振振桂花的香气 而手中则是一份热腾腾 甜香似意的桂花糯米藕 这道菜的制作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了深厚的烹饪智慧 首先要选取鲜嫩的藕 将其洗净切片 但切的时候,千万不能切断 要保持片与片之间的连结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个的藕结 然后,将提前泡好的糯米塞入藕结中 这一步需要翘手和耐心 就像是在给藕穿上一件件米白色的小梅袄 接下来,将填好糯米的藕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糖和桂花 慢慢炖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藕会逐渐吸收糯米和桂花的香气 变得软糯香甜 最终,当这道桂花糯米藕端上桌时 它的香气已经和苏州园林中的桂花相融为一体 吃一口,仿佛就能感受到 那江南水香的温婉与雅致 那是一种口感与心情的双重享受 而关于这道菜的有趣故事 相传在古代 有位才子在苏州园林中邂逅了一位爵士家人 两人相谈甚欢 才子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 便亲手制作了桂花糯米藕请家人品尝 家人吃后赞不绝口 从此,两人便常常在园林中相约 一边赏桂花,一边品糯米藕 最终成就了一段佳话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它也反映了桂花糯米藕在苏州人心中的地位 不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是苏州制作城市独特魅力的一部分 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到苏州旅游 别忘了在园林旁找一家老字号 尝一尝这道甜香诱人的桂花糯米藕 体验一下那份江南水香的风情与甜蜜 当然,如果你是个厨艺高手 不妨自己动手尝试制作 也许你会有更多的创新和惊喜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拉萨街头的苏油茶 高原的暖心之选 当然,我很乐意 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谈论 在遥远的西藏高原 有一种神奇的饮品 它不仅能够抵御寒冷 还能让人心灵得到慰藉 这就是著名的苏油茶 想象一下 你穿梭在拉萨熙熙攘攘的街头 四周是五彩斑斓的金帆和古老的建筑 突然,一股浓郁的奶香味飘入你的鼻腔 那就是苏油茶的味道 苏油茶的制作可不是闹着玩的 它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种科学 首先,你需要好茶叶 通常是专茶 这种茶叶经过长途跋涉 从内地来到了高原 然后,你需要苏油 这是从牦牛奶中提炼出来的 牦牛是一种能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神奇动物 最后,你还需要盐喝水 这些看似简单的原料再经过一番搅拌 煮沸 在搅拌之后 就变成了那杯令人心动的苏油茶 喝苏油茶是一种仪式 也是一种享受 你会看到当地人用特制的茶壶 通常是木制或金属制 倒出滚烫的苏油茶 然后两手捧杯 小口小口地品尝 这不仅仅是为了取暖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对高原苍凉美景的颂歌 有趣的是 对于不熟悉这种饮品的外地人来说 第一次尝试苏油茶 可能会有点挑战 它的味道独特 有点咸 有点油腻 但一旦习惯了 你可能就会像当地人一样 离不开这杯高原的暖心之选了 所以 下次当你漫步在拉萨的街头 不妨停下脚步 走进一家茶馆 点上一杯苏油茶 让这杯高原的液体黄金温暖你的身体 也温暖你的灵魂 毕竟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苏油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 它是一种文化 一种传统 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总结起来 今天我们聊了三种美食 分别是厦门沙茶面 苏州园林旁的桂花糯米藕 和拉萨街头的苏油茶 厦门沙茶面 是一碗融合了福建本地风味 与海洋之鲜的独特小吃 它的魅力在于醇厚的沙茶酱 和丰富的配料 让人们在那碗面前 找到共同的美食情节 苏州园林旁的桂花糯米藕 是一道将食材 与自然景观巧妙结合的美食 它的制作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了深厚的烹饪智慧 吃一口就能感受到 江南水乡的温婉与雅致 拉萨街头的苏油茶 是一种神奇的高原饮品 它不仅能够抵御寒冷 还能让人心灵得到慰藉 喝苏油茶是一种仪式 也是一种享受 它是对高原苍凉美景的颂歌 这三道美食虽然风味各异 但它们都代表了 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态度 它们让人们忘却烦恼 忘却身份 只记得那一刻的鲜香与满足 现在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美食 你们有没有尝试过 你们还有其他的美食推荐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